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上周过怎么样呢 等我们NEXT的视频已经等不及了吧 别着急 NEXT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本周科技圈的各种趣事吧 很快有不少游戏大作又要和我们见面了 从标库车神2 再到古墓丽影暗影 再到战地5 这个游戏的配置要求 也是越来越高了 标库车神2 需要玩家使用至少二代i5处理器 搭配GTX660级别的显卡才能在低化之下留长运行 而战地5则更加严格一些 玩家至少得有一颗i5 6600K级别的处理器 显卡同样要达到GTX1050的水平 并且还得留出50G的空间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国内最近活着的这个逆水寒 逆水寒这游戏可真就不得了了 官方口口声声说 只要用GTX970就可以特效全开 结果970全开跑20多帧 1080Ti全开也只能跑20多帧 你看这既解决了游戏平衡性问题 高低配玩家一视同仁 也带来了24帧的电影机体验 太牛逼了 你看看那些CSGO彩6玩家 还敢说自己的游戏平衡性好 你们连1050和1080Ti的帧数都不能保持一致 怎么能够保证游戏的公平呢 针对这种情况呢 就连英伟达也赶紧在新驱动中优化了溺水寒的表现 不过据我们实测 这个提升好像 还挺大的耶 简直就是从一帧变成了两帧打智的飞跃啊 你知道吗 上一个把武侠游戏做成3DMark的厂商 已经被淹没在玩家2的坛里了 不过1080Ti跑不动 我们还是能指望一下下一代新显卡了 早前英伟达就已经发推为图灵庆生暗示新显卡即将到来 同时房间已经流传出了新显卡的PCB叠照 能够确定的是新显卡将会搭载TDDR6显存 带宽会有很不错的提升 不过产品揭晓之前这些都只是传言罢了 因为大家在8月份的Gamescom上会有不少的活动 届时会不会带来新显卡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在这里先要问一问你们的看法 你觉得GTX1180能有多强的性能呢? 1.GTX1080Ti左右 2.TITAN V左右 3.你觉得比TITAN V还要强? 把你的答案发在我们的弹幕中 让我知道你的看法 桌面显卡的更新速度确实是够慢的 但是今年的移动端GPU倒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先有高通的Adreno 630追上了英特尔核显 后有吓死人的GPU Turbo 让爵士们也能享受游戏了 据悉目前荣耀V10和Mate10都已经开始推送GPU Turbo的更新了 P10和P20也将在7月份内获得更新 讲实话 我本来以为吓死人的技术只是说说的 结果确实差点就把我吓死了 这样的积雪技术确实是人人都想要的 所以就有人在XDA上放出了所谓的GPU Turbo的破解补丁 号称所有安卓机都可以使用 结果被证明是造假的 对此 华为手机的副总裁李昌竹还表示 GPU Turbo是高度机密的华为专利 不可能被破解了 我觉得吧 虽然GPU Turbo从原理上说 更多是一种软件层面的调度和优化吧 但是黑猫白猫能够抓耗子的都是好猫 只要能够实实在在地改善用户体验 谁又管它是什么原理呢 我个人也是不太希望GPU Turbo被破解了 但我还是想华为能够早一点部署玩GPU Turbo 早点能让所有用户都能够享受到新技术所带来的提升 这边的华为正在吓人 那边的小米又带来了6X的初音未来限量套装 哇 死宅钱真好赚啊 不过平心而论 这个机器的颜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并且来算上充电宝 还有授权手机壳 以及相当精美的包装 我觉得2099元的价格还算是值回票价吧 而且我敢打保票 就算这个套装卖到3000元 照样会有骑士们前来支持公主殿下 你信不信信仰这种东西 哪里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呢 国内的手机厂商在努力 隔壁的朝鲜同志们也要开始努力了 朝鲜最近出了一款新的智能手机 叫做阿里郎171 据其销售人员称这个手机不仅画质好 其使用的安卓系统更是处于顶尖水平 所以说大家都是安卓 朝鲜的安卓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装了小飞机又会不会被炮局啊 看来小米华为都应该小心了 这个才是真正吓死人的技术啊 为了应对朝鲜手机厂商的威胁呢 本市同更生的三星也开始酝酿心机了 三星正式宣布 Galaxy Note 9将于8月9日在纽约正式发布 但是官方给的配图还是很让人疑惑的 这个有点像S-Pen也有点像机身侧面的按键 据说这次的Note 9会在S-Pen上带来不小的变革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 三星作为一个显示技术巨头 会不会在屏幕上做出更多的改进呢 毕竟今年这么多的厂商带来了牛逼的全面屏设计 你说三星会怎样去应对呢 除了Note 9之外 三星还将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推出8K 120Hz的QLED电视 这确实是吓死人了 此前三星已经在CES上演示过了85寸的8K电视Q9S 它的最高亮度竟然可以达到4000尼特 并且在当时三星还展示了一款146寸的概念电视 叫做The Wall 我大概是可以翻译成墙面辨识吧 但是这次的8K 120Hz将是一款量产的产品 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内就会发售 当然尺寸肯定不会达到100寸这么大 有可能是在65寸到75寸左右的 想象一下在你未来的家中每一面墙都是8K 120Hz的电视 在家里想看饭就看饭 简直太爽了 我说我打击你啊 首先得有8K的翻 然后B站得支持8K播放 最后你真的掏得起这几十万美金吗 不要这么打击人嘛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啦 如今三星和夏普都已经走上了8K之路了 就差索尼了 现在的索尼还比较务实 一直在改进自家的X1芯片 想要增强4K下的画质和体验 不知道三星这么一搞 索尼会不会有什么动作呢 哎呀 每一次说到索尼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都不是这个 娱乐部门有多牛逼 也不是电视 音乐上有什么黑科技的 还是那个索尼移动 那个不争气的索尼移动啊 每一次索尼公布财报 拖后腿的都是那个索尼移动 好不容易XDP这一次找回了一些自信 你看这XD2 哎 索尼很失望啊 如今就有消息说 索尼移动很可能会退出 非洲 中东 土耳其等地的手机市场 索尼移动有这么好的资源做支撑 还是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看来索尼的日子确实是不太好过呀 哎呀 每一次说到索尼 我就不禁有一个悲伤的问题 想要问问观众朋友了 你们觉得下面哪一家超级企业会率先倒闭呢 把你的选择发在弹幕里 让我知道你的答案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观评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一个顶 收藏一下 转发一下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极宽观博和官方微信极客湾 以及我们的淘宝新店极客湾数码港 咱们这一次的淘宝新店极客湾数码港 经过了正规的培训 家联物美 态度好 喜欢的话不妨来逛一逛 跟我们PUI交易一波 你的体验一定会非常愉悦的呦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